大家好,我是Yennif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煮咖喱,今天拍咖喱 这个是鸡肉,鸡肉我用那个咖喱粉来腌制 放一点盐去腌制 然后它的那个 它的材料是大葱,蒜头,黄姜,冷瓜 小米椒,香茅,咖喱叶 还有它的 rempah 它的 rempah就是 jintan putih, jintan manis 那个 rempah biji, kayu manis, bungalawan 这个是他们煮咖喱的材料 还有一个马铃酥,让马铃酥要炸过 这个是 sambal, sambal煮过了 这个 sambal是辣椒干和小葱头 去煮过了的 等一下我们要煮那个咖喱 这个就是它的材料 然后呢 我煮咖喱是没有放椰浆的 我是放那个淡奶 我放淡奶 我没有放椰浆 因为有椰浆比较 lempah 我就用这个淡奶来煮 好,这些刚才的材料我们拿来 blender 好,拿去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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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它先 油热了,然后我放炸马铃酥先 先炸那个马铃酥先 然后我们才来炒那个辣椒 刚才搅碎的那些材料 好,我们先炒香它先 和那个香茅一起下去炒 炒给它香 刚才我这边就加一点的腌下去 好,炒给它香 炒香我们才可以放辣椒 这个辣椒我们是煮过了 这些人抱我们先炒香它先 炒后它有一点姜蜜蜜 我们才倒那个辣椒下去 这鱼我没有放酱多了 好,这个辣椒那就是鱼了 然后现在它比较酱了 我们加一点辣椒下去 辣椒我们夹下去 如果我们要吃辣 你们就放多一点 好,要吃了你就放少一点了 我这个辣椒不是辣的 你看我这个辣椒不辣的 这个辣椒不辣的 两个茶 我们才放鸡肉 这样炒 你看它的油全部跑出来了 好了 我们就加鸡肉 加鸡肉下去 把它开搭一下 再炒一下 再炒给它香一下 你要先炒过才会香 慢慢翻 不可以直接像炒菜这样子 要慢慢翻 要慢慢翻 然后我们在煮的当中 我们一直要翻它 不是像炒菜这样子 然后要慢慢翻 就等着一下 现在这个鸡肉 你看它有点不加米亚了 我们才倒在这个 这个水分才会有预备 给它滚了的 让我们这个鸡肉 把它放进去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 水不要太多 不够的我们才加 好 我们放进去就滚了 鸡肉 鸡肉我们放进去了 我们放咖喱叶和它的那个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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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一起放进去 去滚它 好 放给它滚它先 现在它滚了 滚了 滚了炭菜的这个 仁巴我们才倒进去 这个仁巴 我们倒进去 好 好 这个蛋奶我们倒进去 再煮一下 再加煮一下 然后最后它好了 我们才放马铃薯 马铃薯后面才放 只是这样子放就可以了 等它滚熟了 那个马铃薯之后才放 好 就这样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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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咖喱煮好了 那个马铃薯 我们放进去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样放进去就好了 好 下一次视频见啦 好 记得订阅 按赞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